小女孩无意中发现了哥哥的秘密,被哥哥吓得哇哇大哭 大腿抱得好,吃饭没烦恼,这句话果然没有说错 男男,黄叔府上突然有急事,要先回去处理,等下让门口的侍卫哥哥送你回去好不好 好,黄叔你放心,男男没问题的,保证会乖乖的听侍卫哥哥的话的 嗯,男男最乖了,九黄叔走后,叶七七看着那一桌子的美味佳肴,也不知道怎么都没有了胃口 怎么感觉有些不太对劲,这个角度看着有点熟悉 那不是刚才买冰糖葫芦的地方吗 原来六黄兄和黑衣人刚刚就是站在这里的 男男,男男,这名字还真可爱,不过我还是觉得七七更可爱 七七怎么害怕成这样,难道哥哥很凶吗 不,六,六哥哥不凶 既然哥哥不凶,那哥哥抱着七七,七七干嘛还哭呢 七七恐高,六哥哥,七七想下去,好不好 七七别怕,这二楼不高的,七七要是摔下去的话一定嘎不了的,顶多就是摔断腿而已 六哥哥,七七不想摔断腿,呜呜呜呜 哼,哭什么哭,再敢哭一声我就把你推下去摔杆 七七刚才在楼下看到我在二楼了 看,看到了 除了我七七可还看见其他人吗 没,没有了,七七就只看见六哥哥一个人 真的吗,七七不知道刚才夜六六和黑衣人在密谋什么,但她知道,此刻一定不能承认她看见了黑衣人 真的,七七真的就只看见六哥哥一个人 小孩子说谎的话晚上睡觉可是要掉舌头的,七七也不想自己哪天早上起来发现舌头没有了吧 七七真的没有说谎,七七在吃糖葫芦的时候就只看见六哥哥你一个人 那好吧,哥哥就信七七一次,毕竟七七长得很可爱呢 七七被她从栏杆上放下来之后,就双腿止不住地发抖 她还没缓过来,就又被夜六六给抱起来了 本皇子带她回宫就好,你们可以先回去了 七七伸手扯了扯夜六六的衣服 六哥哥,冰,冰桃葫芦 什么 我还有两个桃葫芦没有拿 七七回宫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谢谢哥哥,送七七回来 夜六六看都没看她一眼,转身就走了 小丫头抱着糖葫芦进屋后 看到宫女太监战战兢兢地跪了一地 大豹君爹爹,他怎么在这里 去哪里了 出,出宫了 出宫,谁允许你出宫了,和谁一起去的 小丫头瞧着大豹君那充满力气的脸 害怕连累九皇叔,于是摇头道 没,没有人 大豹君猛地从椅子上起身 走到小丫头面前 伸手就掐住了小丫头的下巴 小小年纪倒是给朕学会撒谎了 朕的御林军遍布了整个荒城 你和谁出去,朕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居然还敢撒谎 朕还以为他能带你买什么东西 原来就是为了买这个廉价玩意儿 他不是,他是七七最喜欢的 不准你这样说他 大豹君以为七七口中的那个他是指的叶末寒 眼睛都气得有些发红 好呀,才两串廉价的冰糖葫芦 就把你收买了 竟敢反驳朕 到底我是你老子还是叶末寒是 大豹君气得连自称都忘了 赢了之下一把扯过糖葫芦 而摔在了地上 看着心爱的糖葫芦碎了一地 琪琪再也忍不住了 坏银,我讨厌你 哼,谁也没有指望你喜欢朕 来人,月进宫上下照顾主子步骤 都给朕拖下去,保二十大板 大豹君撂下这话 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坏银,坏蛋,大坏蛋 我再也不要和你说话了 大豹君被某只软团子气得三天心情都不佳 每天早朝,大臣战战兢兢地跪一地 一直跪到下朝 此刻,赵公公如履薄冰般地小心翼倒 陛下,九王爷求见 让他滚 九王爷您也听见了 陛下说了,让您,呃,回去 这个是南南让我帮他写的 不过当天走得急 我不小心把信带走忘记给他了 对了,我记得陛下不是不喜欢吃甜食吗 那小丫头还特意买冰糖葫芦送他 确定陛下他肯吃 九王爷您的意思是 齐公主那冰糖葫芦是买给陛下的 不然呢 起初本王还以为陛下对南南太过于苛刻了 可没想到他对南南还挺上心的 不然那小丫头还给他带什么糖葫芦 在宫外本王让南南假装喊一声 爹爹这丫头都不愿意 唉 果然,没血缘的比不上有血缘的 本王真的是白疼他了 九王爷走后 赵公公手里拿着那封信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不该送进去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大豹君出来了 陛下,您怎么出来了 拿来 赵公公不敢迟疑 急忙地将信呈了上去 大豹君把自己关在御书房内 看着信上的内容 他真的恨不得捶死当时的自己 原来冰糖葫芦是他专门出宫给我买的 因为是他最喜欢吃的 所以他想让朕也尝一尝 陛下,您,您没事吧 退校,去七公主的月进宫 月进宫内 大豹君一言不发地坐在床边 当他那冰凉的纸腹腹上小丫头紧皱的眉梢时 熟睡中的小丫头不由地夜无了声 大豹君如同要被人抓包似的 心虚地连忙缩回了手 他要是醒了 我该怎么面对他 难道要我跟一个小丫头骗子低头道歉吗 大豹君无声地轻叹了声 正要转身离开时 外头突然地一道惊威声 阿丸姐姐 小丫头迷里呼呼地看到床边有个人 下意识地就伸手抱住了 阿丸姐姐,七七害怕 趴在地上的大白剑软包子抱错了人 不由地叫了两声提醒他 七七以为大白也是怕打雷 下意识地将大豹君抱得更紧了 大白,你也是害怕吗 不怕不怕 七七让阿丸姐姐点灯 阿丸姐姐的腰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粗了 我怎么还闻到了一股只有大豹君 那个坏爹爹身上才有的味道 小丫头疑惑地抬起小脑袋 在看清面前的人时 吓得立马撒开了手 她是不是想趁着我熟睡 要把我给活活地掐嘎